哈喽 欢迎来到街的里 这次我们又回来沙巴的KK啦 而这个Trip我们会探索KK比较刺激好玩的活动 做货位玩极流 看看沙巴大自然的景色 如果你很喜欢点玩具的一定要看最后哦 我们去面我们外面的地阶 开始我们的Trip之前 有朋友来测看啊这一间 因为家乡牛炸本 太好吃了 这个真的太好吃了 很好吃哦 完全没有吃哦 太好吃了 满满的牛肉味 好多牛肉 满满的牛肉 满的牛肉 鲜 好温暖 然后啊这一边的碗碳是牛肉鲜料的碗碳 那边你也看过牛肉鲜料碗碳 哇这很熟悉哦 第一天我们前往昆达山区 继续寻找看还有什么活动可以玩 之前我们在昆达山区也玩过Para Grinding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们上一次影片哦 第一站我们去的是空中脚踏车 这个脚车 它是在空中这样骑过去耶 一条线罢了你看 极高 下面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OMG 有点害怕 什么心情 小儿科的心情 我去 我还原雨二讲 帮忙我爱你 你不是爬的吗 我有一点脚软吗 你不爬的吗 好可爱 我不要走 哈哈哈 好怕 不怕了啦 嗚嗚 打招呼 我不敢 啊他自己走得我没有起意 哎 再一次 直接再一次 我沒有到 很穩的啦 為什麼 很穩的 我以前沒有感性 真的很穩的 我要穿到抓一隻手 他的肩膀比較爽 手軟耶 你怎麼會感到我 結果滅了 要我回去的時候 我這樣就大快快也沒有離你了 我不要 我們到對面了 等下又要騎回去 腳軟 然後我隔邊那個真的很吵 不懂 這個 這個 我擔心 那個一條肩膀 這個完全根本不恐怖 不恐怖 老實講 如果以這種角度來看的話 的確是很高 但是如果你真正騎上去的時候 其實就還好吧 對於未高的人來講的話 我就不知道啦 如果你真的不敢玩的話 下面還有一個兔子園 可以讓你打卡拍照 這邊的兔子超多 超可愛 小白兔 哇 這是好肥 好肥 好髒髒 不容易抓 你能抓這個兔子的話 輸起來了快 明明就很委屈 假如你想玩更刺激的活動的話 這個可能更適合你 我們玩ATV YA 大影片 玩什麼ATV 準備出發了嗎 這次我們跑的是比較挑戰一些的路線 這個路線你會不斷地經過一些小山區 不然就是需要過小急流 不斷地經過 我們玩這個的時候剛好又浮一架了 講真的 現在也玩這個 整個氛圍都更加的刺激 整個路線不會講太長 而且前程都會有工作人員陪伴 所以如果你駕駛到一半有遇到什麼困難 或者是卡住的話 他們都會隨時幫你解決這些問題 讓你有更好的體驗 我們第一天住的地方是在Mersilau的一間民宿 叫The Village 它就在昆達山區附近罷了 我們住的是三房一廳 非常適合一群朋友過來玩 這邊的環境超級涼爽 根本都不需要Aircon 而且老闆也非常的親切 不是熱毛啊 是這位才對 在這種冷冷的天氣 晚餐的話 當然就是測佛鍋 而這個佛鍋地階是包了的 食材和這些道具他們都會幫我們準備 當然這杯也是可以BBQ的 不過需要跟他們另外提供了 假如你擔心不夠測的話 你可以跟DJ通知一聲 他們會帶你去附近的菜市場 或者是超級市場加料哦 第二天的第一站我們來到了Muruk Turuk 它是一個瀑布景點而已 它共有7個瀑布這樣多 在這裡可以選你的鞋 然後不用穿自己的鞋進去那個瀑布啊 因為會弄斬自己的鞋 輸一雙鞋是5塊錢 不知道那個路有多難走 所以這邊也是有提供紙可以用 我們走的那條是整條路線才4km 我們去的是第二個路線 就是可以看三個瀑布 瀑布啊 三個瀑布 這也是蠻挑戰的哦 不需要走比較快 慢慢慢慢跟著你的步伐走就OK了 如果你不要來這裡的話 建議大家帶Energy Bar 帶夠水 然後那些那個不帶的就不帶的 這條路線的三個瀑布都很靠近罷了 單單走幾步路的距離 就到另外一個瀑布的地點 而且每個瀑布都看起來都各有色 我們認為最有趣的也是第二個瀑布 因為進入裡面是需要遊進去的 裡面是由三個超大的瀑布形成的 那個景色超壯觀超好玩 可以拍到非常好的照片 太壯觀了 太壯觀了 太大了 我們的瀑布瀑布的里程完了 現在要回去了 真的很挑戰今天 挑戰自己的一天 對於一個平時沒有什麼運動的人來說 確實蠻挑戰的 過過流了一層汗的感覺真的是很爽 是蠻值得的 它的瀑布也是很美 蠻值得大家來挑戰 看完瀑布之後 我們會前往KK崖底看浙落 而這次我們看浙落的方式是玩SUP 我們現在要玩那個pedalboard 去看日落 一個人帶你們去看 我家外還要 飛航拍 我出發了 拜拜 拜拜 這個SUP是在丹中阿路 Beach附近 就整個目的地你會滑到去一個小沙走到那邊 你看 有一個 哇塞 前面有日落 真的是彩虹 彩虹的地方 個人每次都非常期待看沙巴 就是因為真的是太壯觀了 玩了這麼多過後 Day 2我們會在KK住 而我們這次住的酒店叫做DRU Hotel OK 我們現在來開箱 我們住在KK的酒店 這裡翻桌 然後前面就是電視機 過後走呢 前面呢 就是一個 兩個單人床的房間 還有一個梳妝台 梳妝台裡面呢 有一個櫥 所有的設施 毛巾 拖鞋 全部都有 我們現在去看第二間房間 哇 要給你燙衣的架子 第二間房間是主人房 然後它已經有一個廁所 廁所之外還有一個 梳妝台 一個雙人床 這邊沙發 然後WiFi是免費的 可以坐在這邊上班做工 然後 前面這裡的就是廚房 廚房的設施也是很齊全 它這裡的飲料這些 杯麵呢 我們是有免費的15塊錢可以吃 它的價格已經寫在這裡了 還有一間廁所喔 所以不用真廁所 OK 開箱完畢 有什麼話要講嗎 嗯 推薦推薦 我們今天要去Camping了 第四天我們會南下到沙巴的Ternom去Camping 我們的Camping地點是在森林深處 所以必須做大型的Floor View進去 同時也是可以體驗到夜夜車的樂趣 扶手扶手哪扶手 扶手哪扶手 那個角落 好 出發之前我們的DJ帶我們來吃這一間 花銀茶室豬炸麵 哇這一間的豬炸麵真的很特別 而且平時設施一點就已經賣完了 是取得當地人愛吃的古早味道 超推薦你們來吃這一間 好吃喔 它有豐富豬油炸是嗎 嗯 那是沒有 啊 有味道 真香喔 還會 古早味 就這邊吃到味道 那邊吃過一種味道 嗯 真好吃 嗯 真好吃 從KK亞比南下去我們的Camping地點Ternorm 是有一段距離的 途中會經過幾個不錯的景點 比如你一定會越過沙巴最值的40km Krango公路 用航拍拍出來的那個畫面真的是超誇張 再來就是Sinurambi的觀望台 在這邊你可以高處看完整個坦布南小鎮 甚至可以看到附近的區域有明顯的正在下雨的部分 其實沙巴有很多個套是被山脈所圍繞著 形成一種奇特的景色 最後一個就是萊佛四滑寶富公園 尋找光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花 走完了喔 我剛直接滑倒這個四馬招 四腳招鍵 我沒有拍到 來不及拍 Let's go 我們下一站去Camping 而且這段視野車的trip 你是可以親自駕駛這個40U走一些路 是目前全馬手家 非常獨特的體驗 很少這種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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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 enjoyed 刏崖鳞鎅 出現場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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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急流触发点 是必须从登隆坐火车触发的 火车里面也是很不错诶 里面的车厢是有ACON的 而且它的座位还可以调整位置 而且它这个车票才6毛半 6毛半咯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这样便宜的火车票了 更重要的是 火车外面的view完全就是太棒了 并不是平常的城市风景 而是这一代的岩石森林 会让你感觉你也现在坐一趟森林火车看险 如果你要来玩这个急流呢 只有这一趟火车才可以来到这里罢了 其他交通都没有办法来到这里 不过那个火车我蛮喜欢的 因为它的风景真的是美 这边大多数的地方就是没有WiFi 没有Line 结果很甘凤啊 然后这边穿梭1953年了 没事了 然后讲出来你没疯掉 听完instructor说完安全指纳过后 就正式出发咯 一共有7个急流点这么多 刚好今天的急流情况 情況是不算太小也不算太大 真的是超過一場 我現在懷疑人世代裝 沒有力了 沒有力了 Woo 比較小一點 是喔 我都不只小然後我手都軟了 真的是很挑戰 現在我們在一個check point 就是可以給我們休息一下 就已經大概我們走了一般的那個路程了 他兩個人都小一直這樣我看 休息完之後我們又再一次出發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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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 這個是屬於Level3而Level4的直流 12歲以下的小孩子是沒能夠玩的 而且每一艘船都會搭配兩個專業的rafting人員跟隨者 no ikmanman 你来看吗? 这是高数的炸弹 整个炸弹了 嗨 哈喽 嗨 谢谢你 体验那个 寄线上速是吗? 啊,肾上线素,肾上线素 肾上线素直接上来的,你整个人就是,哇,超刺激 所以如果你很喜欢这种刺激啊,你敢去挑战这种刺激的东西 我觉得你一定要来体验,有体验那种teamwork的那种,那种feel 我们Home Extractor会叫我们,要forward,几时stop,几时forward,几时backward 总是要teamwork,你才去确保你不会翻船 其实这一个去的还蛮是team building的 啊,真的,很好玩 Woo,settle 这东西的环节其实是蛮flexible的,我们这一次的trip 你想要吃什么,你就跟DJ说,DJ就会带你去吃 一些餐食它其实是没有包,是因为可以决定自己想要吃什么 带你去那种当地的特色的餐厅啊 更符合你们自己本身的budget而定你们想要的伙食啦 当然有些部分的伙食其实是有包了的啦 比如说就很像我们第一天的火锅 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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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camping side的那个bbq 煮食 啊,如果想要教菜的话,那些DJ会带你们去那边当地的那些菜市场啊 菜买肉之类的东西 除此之外啊,这个餐厅叫做tipsy RC 它是在一个山顶上面的,它那边是一个很好看日落的一个地方 它那边可以喝酒和也有一些打卡道具,你可以拍到很美很美的照片 最重要的是哦,那边的六里是西式混合图竹的菜肴 我们吃到的就是这个东西 残永biza 哇,这个7g我就是第一次吃那个东西 看到吗? 你吃那个汁 他没有吃那个汁 好吃嘛 好吃耶 吃真的 不是 你還沒吃蝦餅啊 真的啊 啊 真的吃 那頭不要吃掉了 有點接受不到 沒事了 沒有吃嗎 沒有 你還沒有咬到啊 被我也不知道啊 我懂他逼這好吃 不怕讓他蟲也更好吃啊 我給你咬到他屁股 他不是蟲 他不是蟲 這樣是嗎 蛋白質 對 你就趕他吃一個 雞蛋就好 沒有味道啊 沒味道啊真的 謝謝 怎麼可能像蝦餅 他有刺噴出來 好吃的爆漿 我還沒有說服好 只有在吃蟲 挑戰成功 你比較帥啊 不是生的 他是從生煮到熟 他不在那裡蠕動 蠕動蠕動蠕動 像一個老闆 給我們看是那個蠕動 他味道真的是 感覺不到你自己吃蟲 因為我也不知道蟲是什麼味道 你一吃的時候 它爆漿 它吸在你的嘴巴 滿滿的蛋白質 哇 YES 一敢挑戰的話你才去啊 哪有來到了 真的 去試看一下 真的 你就不敢吃那個蟲其他 還有其他東西可以吃的 也推薦你們喝它那個酒 就是土足自己亮的那個米酒 對 滿好喝的 那個我很喜歡 OK我們來到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我們就 因為幾天的極限活動過 整個人 腰酸背痛 我們是有Extra 去做一個SPA的 我問我們第一天拿一個SPA比較好 他推薦我們一個SPA的地點 叫做Karma 我們個人覺得也是很不錯 不管是環境服務 價格都非常合理 而且很舒服 如果你最後一天沒有什麼事 你想要在沙巴來一個 享受一點的那個 trip的話你可以 跟我們一樣 就是抱一個SPA 那邊 relax一下 我們今天做一個 三個小時的SPA 還有就是我們有拿到一個 福利呢 就是如果你在那個Karma SPA那邊 花一百塊錢 然後like他們的page like Perfect Holiday 還有like我們的page 你就有一個免費的二十五塊的 Air Candle 其實除了SPA之外 最後一天其實是蠻輕鬆的 就是到已經沒有什麼激烈活動 就是基本上就是去看看一些景點 打卡拍照這樣子之類的東西 我們來到了粉紅清真寺 或者是你想要去買一些東西啊 買一些紀念品啊 手信回去 手信回去 四點大價 我們這一次的五天四夜的那個trip 就到此結束 我們個人感覺這次的trip 真的是跟以往的SPA之旅 真是很不一樣 因為我們上次來SPA 是多數是去海島啊 對不對 比較輕鬆的 就是走比較那種森林裡面 比較有挑戰性的就是那種旅程 正題來講就是 如果你想看一下你自己的就是 極限可以去到哪裡 這個trip 是來考驗一下你自己的體能和意志 然後你的毅力啊 對對對 因為它的活動都會比較偏向於 呃 刺激啊 或是需要體力啊 然後 camping啊 爬山啊 激流 激流 瀑布 哇 看來就只有幾fit 而且是在五天內完成喔 它不是說給你十天 你會慢慢輕輕鬆鬆 它是五天內給你挑戰完所有的東西 那些如果你expect就是很像 想要去打卡啊 或者是想要來一個Honeymoon啊 這個trip不適合你啊 不適合你 你們可以去看我們另外一個影片 等一下 如果你分了一分鐘 你這樣突然間Touchwood粉絲 不是我關我們的事啊 我關我的事 我關我的事 最重要要提到就是 這個trip其實是 由Perfect Holiday Saba所提供的咯 如果你對這個trip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他們的信息放在Description裡面 OK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點贊 關注加分享 我們接下來的影片見 Bye хоть好多的 我覺得 bru事 可以做這些 board 还有幾天 組青